车底它是可以安装一个行李架的 腰部这一块的支撑的话呢 做的不是很好 整体的颜色偏成熟稳重一些 在这方面的警配 别人过不去 车子考虑的话呢 够用就行 怎么样 不错 让我们够用了哈 然后 然后 如果你也想投稿 扫码加大表姐好友 更有超值礼包相送 各位车友大家好 我叫小曹 我的职业是一名导游 比较喜欢驾驶 比较喜欢开车 这就是我的兴趣爱好了 当时我的个车预算的话呢 大概就是10到13万左右 车子考虑的话呢 一个是续航跟经济方面 对配置的要求不是很高 够用就行 探购比较低啊 吉利的呀 几盒呀 合创啊 等等一些品牌 对比了一下价格和续航方面 它就是在各方面是比较均衡的 在同价位里面 它的续航是比其他要高的 这个品牌也是 赫兹品牌 老品牌比较可靠一点 用车场景的话呢 一般都是上下班通勤 一般是四五十公里 左右的一个来回 一个星期充一次电吧 夏天气温充满电的 续航显示的是518公里 冬天的话呢 上较五到四百 一万五到两万公里 去保养一次 保养价格也挺划算的 相比于现在这个油价的话呢 还是存电是比较划算 电车的提速比油车舒服很多 电车真的很安静 关于优点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经济实惠 基本上充电都是自己家里装的充电装 在家里充电 因为晚上这个最便宜的电费 时间的充电 现在的话呢 我跑了一万多一点点 目前的电费大概就是花了 三百多一点点的电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类似搭配这一块的一个配色 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不喜欢一些花里浮沙的东西 整体的颜色比较纯色 偏成熟稳重一些 第三个优点的话呢 就是它的外观看上去 比较运动比较帅气一点 包括它是一个两厢版的旅行车 整体的造型很漂亮 这个两厢车它的车顶 它是可以安装一个行李架的 这也是我看中这一款车的 形状一个原因 这个车的缺点的话呢 说实话有几个小缺点 一个的话呢 没有那个ECO的经济模式 我想如果说 它再加入一个ECO经济模式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续航会做得更好 更高 把那个根节约垫一点 第二的话呢 座椅比较偏硬 坐起来不是那么舒服 不适合这个长浦驾驶 包括腰部这一块的支撑的话呢 做得不是很好 如果说把座椅再稍微做得软一点 包裹性更强一点的话呢 那会很舒服 另外一个缺点 一般的车子车内会有个按键 去开启这个后备箱 然后这个车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把档位挂到P档 然后再下车才能够 在后面把档位挂进去给打开 在这方面的简配有点过不去 这一点希望厂家改进一下 太不方便了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 去古龙峡去漂流 来回的话呢 总共将近400公里的路程 早上从家里充满电速发的话呢 全程再回到家里面 电池都可以跑得到的 全程高速再跑 回来以后还有个50公里左右的续航 这款车我还是会推荐给一些轻通好友的 新人员的话一个也是趋势 加上这一款车各方面的综合数字来说 还是比较OK的 我会推荐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